本縣紀念武聖關公 誕辰三縣市殿大典 10號上午7點即時 在草屯貴德宮舉行 縣長許書華擔任鎮縣官 分縣官由後直部指揮官陳建峰 以及縣警局局長黃聖元擔任 草屯鎮長簡景賢 一元廖子優 以及縣逢各局處首長等眾多賢達 擔任佩輯官 許縣長指出 新逢官聖帝君1864終年誕辰 為追思先賢 以及弘揚武聖關公 忠孝解義精神 在草屯貴德宮舉行盛大的 三縣市殿大典來賀受武聖關公 他向官聖帝君祈求 必有南投縣賀金平安 風頭雨順 伯泰民安 貴德宮要慶祝到 我們的官聖帝君 1864年的聖誕 可以說每一年都是非常聖誕 也可以看到我們國際共同來參與 來這裡的醫療健身 來感謝到我們的官公 可以說過去 他的這種可以說是重情義 還有他的這種威武 可以受到我們後人的這種追思 同時也向他來學習 在草屯貴德宮 可以說是我們地坑者 非常重要操縱的心用中心 現在感謝到我們的董事長 跟我們所有的実施人員 每一年都非常用心 也由我們管政府這裡做到主席 祈求我們地坑可以 平安 平順 風頂 霧順 同時在這裡 我們跟國際一樣 很讓我們的官聖帝君 可以聖誕 陳秋 萬修 富強 同時想法在這裡 也向到我們所有的官民 來做一個好用 因為現在可以說 這個詐騙是層出不窮 那麼手法也一直不斷的在創新 常常都聽到一些鄉親來受騙 包括我自己個人 在我的臉書這裡 也讓這些詐騙來盜用 所以我想在這裡 要再次的提醒民眾 如果有收到一些不明的訊息 電話等等的 或是說要告訴你 要怎麼來投資 頂頂的 一定請大家要提高警告 如果有相關的疑問 可以讓我們管政府的 防詐騙專線 還有我們的派出所 防詐騙專線是165 派出所這邊 在各地也都可以讓大家 透過110 或者是到派出所這邊 來做個詢問跟了解 所以以免被詐騙來欺騙 也影響到我們很多的財產 我想在這裡要特別借這個機會 來呼籲大眾 希望大家隨時也都能夠 對各方面的資訊 能夠掌握得更清楚 最後在這裡要祝福我們所有的 好朋友 平日出門 一定要注意安全 仁愛鄉現在也正在 還在救災過程當中 希望大家能夠平時出門 也要多留意 董事長洪明生表示 每年都由縣府 以及政長來參加祭奠 縣長也很有誠心 對於關聖地君也非常崇拜 祭奠圓滿成功 關聖地君非常靈驗 忠勇義氣 好氣敏然 在社會上 大家都非常敬佩 今天就是我們無省觀光 日六八十七年的手段 因為我們每年都是 我們縣政府頂上來參加 我們的祭奠 也說我們縣長很有信心 對關聖地君也很崇拜 所以說這樣可以 這一點可以很完美成功 當然是因為我們關聖地君 真的很靈感 它是重用義氣 好氣正安 所以說在社會上 都要求全身都要尊重 全身都尊重 全身都尊重 所以今天 不可以說真正六節 可以說 關聖地君 關聖地君 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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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參加我們的七段 所以我們在這裡 要感謝大家 感謝大家 為我們關聖地君的付出 你好 許縣長也發揚關聖地君 浩然震氣 把握機會 強力圈倒打炸防炸的重要 許縣長說 詐騙案件陳述不窮 手法不斷更新 包括他個人臉書頭像 也曾經遭盜用 因此提醒嚴重 萬一接獲不明電話 訊息一定要提高警覺 最好立即掛斷 以免受評上當 遭受金錢的重大損失 記者請一致草雲正採訪報導